大家好,星期二交游 今天是2021年1月31日 星期三 這一節繼續有我 觀音拿67.0 和大家報道香港的新聞 眾所周知 我們的網台就被打壓了 是不是? 一年幾天都出不了片 當然大家就知道 這個港共政權 這個林鄭襯娥 是怎樣壓迫香港的市民 當然 我們沒怕過 正所謂 壓迫越大 反抗越大 是不是? 喂 你不是告訴我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壓制到我們嗎?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壓制到 千千萬萬為自由發聲的香港人嗎? 在這裡 我們再求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按下訂閱我們的頻道 me,we,facebook,share it's something with a passion and something that 喂,大家好 星期二交游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QK的 因為呢 剛剛他們才說自己是 現在全香港 講正經時事的KOL的No.1 即是超越了阿蕭先生的意思 很快他們在Youtube那裏就拒絕了 就不給鋪片 那解釋有很多種 那最後為什麼 supend了是他們自己才知道 但是我覺得有幾個可能性 其中一種 其實我看了他們很久了 他們真的事無忌憚的做事 一路呢 譬如說他只會叫人按廣告 那些東西才好 叫人按廣告 叫人按廣告 然後就 關掉聲音 放在背後 即是做這些事情 去騙那個system 去騙那些廣告費 那這件事 當然就是 against YouTube 的 policy 就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那麼大間公司 讓你這樣做 即是你擺明是 你那些人是沒有意思去買那些廣告的 即是在廣告商的立場 你就是故意浪費我的廣告錢 浪費我的廣告budget 你當廣告商是死的 你這樣公然地呼籲那些fans 去做這些事情 更有一段時間是故意 直接去懲罰這個 Buy and Char 或者那些藍絲 或者建制派的廣告 就是看見那些廣告 那麼多些 那麼多些 按爆他為止 這些事情 我看著他一直搞 成年 因為我每次都說 一直都沒有人投訴他 但是他可能主動攻擊那些人 那些人就去投訴 那這件事 我覺得是 有些匪夷所思 他最後了成年 已經算是很幸運 只是說我Buy and Char Buy and Char 也沒可能不投訴 沒理由 眼白白看著你 就這樣浪費廣告 另外幾誇張的就是 當然我以前說過 就是 由抗爭那一期 到後來 他們短短短短短 時不時都會 鼓勵那些 沒有用 那些暴力有關的事情 以Youtube 這麼嚴格的 policy來說 其實也是太能反常 他們現在動一點 就說你煽動武力 煽動暴力 他那時候這樣 你知道就是 很多事情今天是反常 那 估不論如何都好 如果他再拒絕一段時間 那很可能 現在 阿蕭先生 又穩助回 他No.1的寶座 那就是 說開他們這樣 即是 去利用那個 系統的漏洞 去找這些 那些 去捐 去找好處 當然 Youtube是一件事 但是 你這樣擺明 找好處 除非你是Youtube親生兒子 你是他契兒子 現在不是道德的問題 是 人家是一個謀利的機構 怎麼會容許你這樣做呢 就算 Youtube的親生兒子 都要跟廣告客戶交代 現在是嗎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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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插三十秒廣告 就是我最新的那條會員片 我登了出來的時候 是通知不了大家的 是用是manually 我是group裡面的那些人 send a link 他們才看到 但否則 其他給了錢的會員 都好 你收不到通知 所以我在這裡宣傳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就去到我的頻道 在會員片 那裡 你就會找到 最後看到一個有趣的報道 就是 Donald Trump的血脈 可以來自丹麥和挪威的皇室 其中一個就是 挪威的帝王 有機會是disinformation 如果他真的不想讓你知道的 他就會完全抹殺 就不會留一些東西給你看 所以這些未必是真 但是怎樣也好 因為 我說這個精英階層 他們這些神族之後 就是很多條line 就是很多個家族 所以 你說他exactly是哪一條呢 真是很難說 大家都知道 在一次大戰之前 你根本全世界的所有發達國家 都是被一群貴族操控著 而這群貴族是一個one big fucking family 全部都是related的 例如 通過Queen Victoria 維多利亞雷王 就是 由挪威 丹麥西班牙 瑞典 比利時努森 寶 到英國那些皇室 全部都是connected 特別說到去維京年代的時候 挪威和英國的皇室 都是 出了名是一家人 更加你就是有父系那條 和母系 即是你哪一邊跟上去又是一個問題 總之 所以就是one big fucking family 就是錯綜複雜 但是呢 我絕對認為 當然他這個 給得你看的 當然這個connection 就不是最重要的那個 即是可能他其中一個祖先 的確就是這個挪威帝王 但是那個最能出名的 一定就是耶穌基督 有些人覺得他很厲害 神之子 但是你要記住 就是他那些堂兄弟 表弟姊妹 就是整個大家族 很多個個都是神獅子 不是只有他一個 最後呢 偶爾也有人問 VIC 跟這個deep state 有沒有任何的關係呢 而你會不會是守美門中的美門呢 我真的不懂得回答 其實 我很難logically去證明 或者不證明 那些事情 好像說 你被人shadowban 那你又不是完全被人ban 對吧 那說什麼呢 亦都可以是造氣 說謊的 剛好 特朗普Jr 在這裡解答這個問題 別人問他的時候 他解答 我挺有趣 所以就放在這裡 當然 一般人說的elite 已經是corrupt了的意思 只不過純粹就是 社會上最成功的那班 又叫精英 但當然就不是本身 原來的爭議 這類的 是很有趣的 你會有些人 我會有些人 有些人 你會有些人 你會有些人 在《WALLSTREET》 你會有些人 你會有些人 被人殺了 你會有些人 你會有些人 我會有些人 然後他們說 你會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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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的 很好的問題 我看過 整個系統都被人殺了 大家 如果你們在看 在《WALLSTREET》 在《WALLSTREET》 都被人殺了 也不只是政治 有些人 那些人 他們比不開心 那些人比不開心 那些人比不開心 他們比不開心 那些人比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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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好晚 如果 如果從來都不是 elite之一的話 我不會很擔心 嘩 你會知道 嗎 如果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我會知道 你會知道 過 那些人比不開心